要去修改議事規則 去懲罰一些議員 令到他們 可能較長時間 都不可以回到議會工作 原則上 我們民主派是反對 任何修改 因為現在 主席的權力已經 非常大 經常運用去趕走議員 如果還要 把權力放大 這個我認為是不可以接受 更加有些說法 佛庭議會的 出席權力 甚至去到一年或者更長 其實這個只是 變相DQ議員 還要交權力給 梁君彥或者主席的話 這個我認為 是原則上極不恰當的做法 這個是我們民主派 或者我本人的意見 在會議上也有提到 現在 具體的做法 我相信 稍後謝偉俊出來 會去講 但是 現時 委員是沒有任何 共識 怎樣去做 或者應不應該做 我相信 這件事 也要諮詢 所有議員的意見 但是 我看不到 有任何共識 現在會諮詢的話 都是實際上正教育 會說會諮詢些什麼 會具體上 我想首先是原則上 究竟是否真的需要改動 我覺得這個是要諮詢 也都是 我覺得 因為現在會期都快結束了 可能都要是暑假之後回來 再去處理 究竟第一個問題就是 原則上 是否真的需要改動 如果是的話 第二步才是去討論 具體討論 究竟應該怎樣去修改 因為其實 你看回很多 其他不同國家的 議會 都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從來都沒有說 去 不讓議員 去做一年的時間 其實這個從來 我們看不到 有任何議會 是有這樣的例子 在裡面的 如果討論過 大約 他們拋出什麼 的初步方案 討論過 其實我 我聽不到 有什麼具體方案 今天在會上 我聽不到任何人 有什麼具體方案 只不過是 大家都在研究 其他議會的做法 大家都知道 九月 立法會有一對議員 會去英國的 也有說到 要去到英國那裡 跟大家 海外的一些經驗 討論一下 也都將這個智慧 拿回來的委員會 也都可能是要再次諮詢 我覺得 原則上我講了 我們看不到 為什麼需要修改 但是我猜到 建制派 一定是說 要繼續收緊 但是 在會上 沒有任何共識 究竟怎樣去做 我不會引述哪個議員去說什麼 因為始終是一個內部的會議 或者一個閉門的會議 但是你可以去問個別議員 究竟他們的看法是怎樣 擔心的 擔心的 但是 我覺得 現在 我們要面對的 就是一個這樣的議會 而未來的路我們怎樣走呢 我相信大家都要去 好好去反省一下 或者去深思一下 究竟未來的路應該怎樣走 會不會提到司法覆核 如果一旦實實實實 現在暫時 他怎樣去改 是沒有共識 也都沒有具體的方案 我覺得 現在去講司法覆核 是言之過重 會不會在今個任期裏面做到 即是你講今屆立法會 我相信他們是想今屆立法會 現在來2020年還有兩年的時間 我相信他們是想在這個會期裏面 即是這一屆立法會去改動 但是 我們看到就是 其實 首先都要諮詢 都要去問一問究竟原則上 是不是有需要改 那這一步做了之後回來 應該都是暑假之後 十月 那十月的時候 再可能要談回 就是究竟如果真是改的話 怎樣去改 怎樣去改 怎樣為之合理 怎樣為之是真的有需要 這個權力怎樣運用 趕走了議員之後 停了他賽 或者停了他 不讓他回來議會 那這個禁止令是怎樣可以消除 用什麼情況 這個案是否一定要大會通過 譬如像台灣那樣 是需要三分之二的議員 集體投票通過 才是可以有這樣的 有些就是 譬如比較短的 你說他三天五天不讓回來 這個可能主席他本身 可以運用他的權力 那 所以這些我們都要去討論 如果是決定修改的話 大不再提倡 那些什麼 這個動作 和我們都要去探索 如果我們都要去探索 那些事實上 有什麼 如果萬一很重要 做通過 法委員人 如何 都要去 RiSE 管治 調查 估计的行政公司的行政公司 我们是民主公司的行政公司 我们是民主公司的行政公司 也没有必须更加更加更加的行政公司 但我可以明白 从什么我听到在许多公司的行政公司 那些公司的行政公司是很努力的行政公司 我相信他们会努力在决定的行政公司 如果你看到其他其他国家我们在训练在训练的训练 有没有国家在世界上的国家 有没有国家的国家 会继续一个国家的国家 没有任何人在训练 这是我认为是一种选择的方法 我认为这些国家的国家 如果您想要训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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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比较多多的方法 我们会比较多多的方法 但任何绝联的方法 任何绝联的方法 我认为这些国家的国家 是很重要的 而是非常有力量的 在训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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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已经准备无事 如果您反对就通过了一系列的修改 今次再修改是否 我相信他们都会成人之危 继续是因为现在议会 有议席空缺 或者是有这个 補选是未发生 所以他们会趁用这个空档期 去再通过一些修改 进一步宿泽议员 在这个立法会里面的 权力 我相信是很有可能的 你觉得对议会有什么影响 就算是否判断 根据现在的直数 其实你们都不能够 极空缺义反共处 我相信他们是利用 现在议席的空缺 和他们的票数 我相信会强行 通过一些不合理 亦都没有需要的修改 但是这件事我相信 在暑假之后 他们才能够处理 因为现在都要去 咨询议员 去看看究竟他们的 基本意向是怎样 我有点留意到 其实他们自己的建制派 都没有一个共识 究竟应该怎样去做 大家都知道 其实一年是完全不合理的 亦都没有那么需要 亦都没有这样的例子 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例子 我相信有些建制派 比较理性些 比较还讲少少道理的 都知道其实一年是不可能的 刚刚你说一年这个不合理 其他海外的经验 有没有一些 轻微一些的佛则 是有的呢 是否存在 三至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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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刚才说的原则上 我认为不需要修改 但是都要看看 如果真的修改的话 是会拿出一些什么的方案出来 我觉得 都要看回那个 就是 国际社会 认为 就是一条线 是如何 为 怎样画 怎样为止 不是一个合理呢 其实现在 一趕的话 其实 那个议员都是 趕了出去一两天的了 究竟这个是怎样去延伸呢 我们绝对不认同 可以无限延伸 但是这个 我想可能要暑假之后 回来再具体讨论 我认为 你认为 一个选择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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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 法律 是 法律 的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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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pro establishment who want to change the rules right now to the extent of banning a member of parliament from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rom attending meetings to up to one year what are they trying to achieve because we are at least some of us here are trying to make this thing work trying to ensure that proper legislations and you know that items in a finance committee or whatever are beginning to function, beginning to work more smoothly. What are they trying to achieve in raising these controversial amendments now at this stage? Is this what the society wants to see? I'm not so sure. James, sorry. Kenneth, he's in the meeting. I'm going to talk to you. I'm going to talk to you. You want them to go first? Okay, I'll be with you. I'll use Chinese. So, actually, 一會兒, 鄭偉俊說了沒有? 他好像還沒說了 哦,沒說了 因為鄭偉俊主席還沒說他的結論 就是我們 其實簡單來說, 我就覺得任何的建議 或者將會徵詢意見的任何的一些文件 其實我們要看別人的議會, 我們都要看一個背景 那個背景就是說 如果人家是一個民主的制度 那有一點很重要的特點就是 他是一個完全公平的選舉 第二,他因為政治的現實 他們是會有機會輪流執政的 所以在那個國會 或者議會裡面 當所謂的大選 鴿哥黨突然間就在那個議會裡面多數了 多數就意味著他的主席都是他們那裡做的 變成了原本執政的越黨就變成少數 就做監察 反對派或者叫做反對黨 但是既然是會一段時間 社會的人民就會再決定一次的 那你說,如果有這個議事的規則 議長或者議會的多數是擁有某一些權力 來將一些不合規矩 或者是違反議事規則的 做一些懲處 就會很小心運用這個權力 為什麼呢? 今天早上你這麼過分 如果是過分 而是過不了人民的那一關 即使你那段時間是擁有多數 那你減趕人走 或者不讓別人回來多久 多少次會開會 那你下一次到你少數的時候 你就會反過來 那就是叫做家家有求 就因為有這個角度 所以就算他真的議會擁有的權力是比較多一些 到最後呢 他的運用是會很小心很謹慎 是真的有個客觀性 也能過得到那個市民的眼睛和判斷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看回香港 你根本是一個不民主的規則與制度 就是暫時可見的將來 不會透過選舉 因為有功能團體的裡面 某一個大選 就會多數變成少數 變成了議會的主席 或者議會的多數永遠都在一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變成了 你一旦如果是參考人家的 所謂很大權的議會 或者議長 或者議會的多數擁有權力 就是不是很適合那個基礎 就沒有了那個基礎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考慮所有事物的 當然因為謝委員 主席他還沒出來說 我就不想代他說 不過如果將來有任何進一步的 所謂的諮詢 任何文件都好 我們看的時候 都必須要顧及 人家有政治的現實和背景 一個民主的制度 輪替的執政 議會的主席 或者議會的多數 是隨時可以轉變 經過一次大選 但是香港並不是這樣的時候 而你又去抄襲別人的制度 或者決定 可能就變成一個 很苛刻的制度 兼是一個不公道的制度 What kind of justice do you think for the situation of those between the legislature? Well, because I don't want to pre-empt any pronouncement to be made by the committee chairman but I would just urge the public to bear in mind that if we wish to have any experience drawing from other system or other parliament other legislative assembly I think w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actical political fact or background of such a country or a place they have a overall democracy system democratic system and for another term of several years there will be a plenary session a new plenary session a general election leading to the very frequent possible change of government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parliament so therefore any power possessed by the chairman president or the majority or the majority of any council will be consistent with that fact of the perfect or almost perfect democratic system but however it may not b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Hong Kong and so if a particular fraction will be forever or in the years ahead possible to have the majority or to have the president seat then the tremendous increase of power of the president or the majority of the council will impose very severe punishment on the minority for certain behavior may be a very harsh measure and will not be fair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political fact of Hong Kong Thank you